这一阵子对于俄乌战争比较少听到了 但现在看到说美国如果真的是看大局的话 现在怎么办呢在俄乌战场这边 现在看到最新就是美国的军援资金要耗尽了吗 美国政府在3号宣布对于乌克兰提供 4.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 这笔军援是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 这当中所提供的资金 但是请记得这是最后一笔资金了 那么这笔军援当中说4.25亿美元 其中有3亿美元会用在雷射导引弹药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击落俄罗斯的无人机 好 现在看到说4.25亿是新的援助方案 但是也是最后一笔了 原本本来说要追加就是在一个package 一整个预算方案当中有600多亿 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被众议院挡下来了 后续对于乌克兰的军援眼看就要断催了吗 张志哥 我不认为会断催了 但是现在主要在整个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在美国的国内主要还是因为共和党的部分的态度 那共和党的态度当中 第一个倒也不只是针对乌克兰这件事情 我想主要还是针对于大选 总统大选当中要去干阁 或者要去卡拜登的这个部分 它整合在外交或整个国防当中 或全球的部分的这个成就表现 核心还是在这一点 所以我们再看在这一次它其实的武器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它也不只是这个打无人机的部分 其实包括它现在包括海马士 包括火炮系统 还有短纯的防空系统 说实在的也恰好还是现在乌克兰 此刻在打仗要的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对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情 不只是钱这件事情 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总体来说 乌克兰作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 最核心最核心的意义 就是还是要把俄罗斯卡住 要把普京整个在国际的影响力 甚至拖垮 这个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大战略 也就是说共和党再怎么为了拜登 在国内的这些选举的部分的诉求 这个国家级的战略 这个部分是不可能有所影响 当然可能在这个军援上 在军援的这个机会上当中 多多少少 或现在尾巴战争可能有一些分时了 一些军费预算 美国自己本身现在也有点捉襟见肘 但我们现在就整体看美国的舆论报答来说 美国现在也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 现在在整个国防的全球的预算军援当中 看得出来他们在做一个总体的大调控 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部分 应该只是调控的过程之一 要断吹我觉得还说太早了 这波军援是紧接着在普丁发动 对乌克兰今年最大规模的攻势之后 根据乌克兰的内政部长 他们对外界表示说 在24小时之内 乌克兰有10个州的118个聚落 遭到敌火的炮击 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遭到攻击城市 跟村落数量最高的记录 另一方面 俄罗斯持续的派出大量的无人机 还是这个夜以近日展开不停的攻击 现在看到俄罗斯选在这个时间点 发动今年以来 就目前统计是最大规模的攻势 这是不是已经觉得说美国在处理中东这些冲突局势上面 已经捉襟见处 无暇顾到乌克兰了 所以正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timing 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以哈战争的压力 当然是乌克兰或者说俄罗斯战争 增压的这个一个条件之一 因为当然俄罗斯当然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封烟四起 然后影响到俄罗斯战争最重要的外部势力 一个就是欧盟北约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个别来讲的话就是美国 那在这样情况底下 如果美国已经自顾不暇 或者说在重要的这个重心 都是放在以哈的冲突上面来说的话 那当然给了俄罗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因为注意力至少一定被分散 对 所以它在国际上的舆论的压力 或者说这个对于乌克兰的一些军援等等 都有可能会产生了一些扭转 那我另外更觉得说重要的是在于说 有两个条件导致于说 现在看起来俄罗斯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来进行军事上的加压 第一个还是气候 就是说现在又进入到冬天 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说之前 在前一波的这个战事的时候的一个高峰 也是在冬天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在冬天的时候来进行军事上的一种布局 跟这个对于侵略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容易会造成被侵略国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防守上的压力跟成本 所以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说 冬天就是发动攻击的比较好的一个时机点 那另外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说战事拖了那么久 其实欧盟内部已经出现分歧的声音了 这样子的一个分歧的声音 就是刚刚说的 一方面美国也被迫要抽一只手出来 然后连欧盟自己也要抽了一只手出来的话 那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压力就会变得很少 过去我们只有看到匈牙利 可能在这个议题上面是比较倾向于说 没有那么的去力挺乌克兰 甚至是支持俄罗斯 但现在看到有另一个国家也决定停下来了 就是斯洛伐克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 非常重要的讯号 那有很多欧洲的智库开始在研究说 如果欧盟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国家里面去协调 一致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援的立场 而且持续的给予 不是只有口头上 要继续的用物质上面的一个支援的话 那么会导致欧盟内部的一个分裂 那现在斯洛伐克开第一枪 如果欧盟没有办法踩刹车 要求斯洛伐克要归队 那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家想说 斯洛伐克都可以不投入 那为什么我要继续投入 我们现在也冬天了 也要面临到国内很多民生的压力跟考虑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好好处理 斯洛伐克这个案例的话 那么我相信这可能会是 接下来骨牌的一个开始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当然会把握这个契机 持续的加压 所以不排除说 未来还会有更大一波规模的攻击 至少不会减压 而且更甚至还有一个阴谋论 这个当然就是没办法证实的 就是我前一阵子也传出来说 是不是普丁身体有一点状况 所以是不是俄罗斯自己内部 也有一些这个变局 然后导致于说 取得一个比较明显的成果 来舒缓国内的这个压力 所以其实很多因素的考量 我觉得都可以在这个战争的后续来说 就进一步去做观察 而且战争再也再次应验了一句话 就是久战无盟友 就是说时间一长了之后 这也是为什么你拉回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中东这个局势来看的话 李斯坦现在也希望是速战速决 他也很担心说这战争一拉长之后 其实国际的势力 或说一些压力的话 对他来说也是不利的 当然除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之外 普丁还签署了一项法案 就是正式撤销了 全面禁止核子事报条约 不过俄罗斯方面表示说 有前提啦 除非是美国率先恢复核事报 否则俄罗斯呢 这边莫斯科方面是不会跟进的 当然也强调说 撤销条约并不会改变 目前俄罗斯的核态势 文教老师 您怎么分析普丁在这个核武战略上 他背后的意图 其实他的一个 他这次突然在11月2号 丢出这个全面禁止核事报条约 那显得见他的真实意图 当然就是拥核自重 拥核自重 威核 对 对 威责 靠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威责 那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分析是 其实就基本条件来看 现在俄罗斯呢 他现在拥有的这个核弹头呢 现在是全世界最多的 我们去那个非政府组织的挪威人民援助 他的一个核武器的监政报告里面 其实现在全球大概有9500多枚 那这俄罗斯呢 他拥有了这个将近有5889枚 这么多 超过一半 那这样他其实 这个对他而言是唯一的利器 唯一的利器 那所以呢 他当然用这个唯一利器来做一个压制 两个压制 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从乌俄战争 他其实这么长时间 其实他最后还是用核来最后就是后盾 当做最后筹码 那此外 年代的变动尾巴 甚至以后的不管是台海 或是所谓的朝鲜半岛 可能他都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这个有利的筹码 来援助中国或者伊朗 或者是这个北朝鲜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他当然就是 这次他谈也是针对美国而来的 美国而来 因为其实呢 我们知道他拥有这么多的这个核武器呢 他当然就是他如果说他一旦这个所谓的他废止掉了 他就选择他的战略更加自主 更加灵活 而且更加有畏则性 那凸显了美俄之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也恶化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美国当然是比较担心 其实西方国家也担心了 因为一旦呢 在整个乌俄战争 甚至这次的这个 所谓的乙阿战争 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会不会造成了另外一个所谓的 我们不能掌控的一个局面 这也是西方国家呢所担忧的 那当然这时候呢 这个俄罗斯呢 来用这个所谓的用这个条约来告诉全球 他还在的 而且他是真正的最大的一个敌 最大的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大国 拥有核武的大国 像北朝鲜一样 为什么大家都怕竞争呢 因为他有这个核武器的道理一样 那相对的 其实大家也怕以色列 有太过于冲动的一个举动 因为我们别忘记了 以色列也拥有了核武 外界都在关注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马上就要快两年了 那什么时候会结束 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 他就宣布说基辅现在计划在乌克兰 要举办一个世界领导人的和平峰会 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呢 在国际方面仍然对于和平计划 有兴趣的前提之下 到时候乌克兰方面呢 就会邀请各国的元首来出席这个和平峰会 就听到和平峰会确实有点讽刺 就是或说 办这个和平峰会 现在就在战争当中 是不是特别也想要 找一个尽可能的结束战争的台阶 赶快下来 市长 我们在国际政治或国际社会里面 两国相争的时候 尤其发生战争的时候 大国或强国 往往越希望的是 外界的干预越少越好 小国希望的是外界的干预越多越好 取求国际的支持 没错 就是这个一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其实不管是两岸 不管是以哈 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这个冲突上其实 俄罗斯当然一直希望的是 外界的干预越少越好 乌克兰就希望是抱团取暖 他甚至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 跟整个欧盟的利益绑在一起 过去来 这个策略其实非常的明确 所以你说他办这个和平峰会 不外乎就是继续延续 他希望把自己国内的这个利益 跟过去是跟可能北约 跟欧盟 甚至现在扩大到全世界 希望跟全世界的利益绑在一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其实乌克兰其实他也感觉到 就是说因为以哈的冲突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有一部分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回来看 以色列他也希望外界的干预越少越好 因为他跟哈马斯比特他是强势的 所以你说乌克兰他现在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尽量是以多边主义 来解决这个战争的这个分歧 他不可能接受双边 也就是我跟俄罗斯坐下来谈 为什么 我没有任何的筹码 我没有任何资本可以跟他谈 我只有当我后面站着国际社会的时候 我才有这个资本去跟俄罗斯谈 所以你说他要不要跟俄罗斯做双边的 我认为不太可能 当然他也是希望就是赶快结束战争 因为对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对乌克兰也好 继续打下去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主要目的还是寻求更多的 国际的这些国家来支持 但是像刚才上次哥分析的 在整个美国的大战略下 这种问题到底是乌克兰就能够说的算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